大馬路上兩名年輕人雙載 嬉笑聲引起了旁人注意 他們沒有戴安全帽之外 甚至 再一次 戴轉喔 騎士直接把雙腳跨上機車的龍頭 還張開雙手鼓掌 拍手的時候車頭不穩左右搖晃 後方的乘客拿著手機 絲毫不覺得危險 反而覺得很有趣 站到畫面十秒左右 被拍的兩名年輕人和拍攝的人 沿路嬉笑 這個行為就是蠻影響路上 大家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非常不可取 應該要好好審視一下 交通安全的問題 因為共享機車是方便 但是不是說今天因為不怕罰單 或是不怕被檢舉 然後就開始做一些 比較危險的動作 年輕男子騎著共享車 沿路嬉鬧 踩腳放手 讓不少人覺得很誇張 市區大馬路上出現這個畫面 警方已經開始展開調查 後續本分局將通知 相關人等檔案說明 並依據違規事實 自單舉發 從把雙腳抬上機車龍頭 還有放開雙手 甚至是影片的後方 穿插著另外一段 其共享車雙載之外 車頭的前方 巴著另外一人 和騎士對看了一片 警方表示根據交通法規 從超載危險駕車 到未戴安全帽 這群年輕人明顯違規 將尋線找人開單告發 也提醒別為了好玩 危險駕車 避免波及無辜 三零新聞 薛仁洪 俊榮 高雄報導